蔡英文參加這個有幾種函力 我跟共和黨的關係還不差 未來川普當選要搞美國關係 我比賴清德強 對賴清德感覺你都卸任了 幹嘛還給我出拐子 形成一個到底誰要主導美國關係 就形成了一種戰略競爭 就在全代會鬥得死去活來之後呢 蔡英文對媒體講說 我跟美國的智庫開會 我很忙 表示我有在做事 這兩張圖我特別去查了 也就是那個蔡博士看到新聞報導 他說他跟這個美國的智庫開會 可是你知道第一時間我就跑去臉書看 沒有發臉書 沒有發臉書喔 他發在哪裡 他發在threat 那threat是什麼 threat的概念就是完全針對Gen Z 我們要特別注意 沒發臉書表示 而且大部分是綠的人在看 對 沒發臉書表示他對臉書呢 已經覺得這已經老了 我蔡英文跟我的團隊呢 要特別認真開始經營 你賴清德沒有的 這個threat裡面賴清德可不受歡迎了 這個東西寫給青鳥看的啦 對不對 賴清德覺得 我的青鳥一去不回來喔 對啊 蔡英文發了 在美國的智庫裡面屬於保守派 美國有所謂屬於保守派跟自由派 那自由派一向比較偏民主黨 然後這個保守派比較偏共和黨 那如果以這樣的分析的話 蔡英文參加這個有幾重含例 來告訴大家 我跟共和黨的關係還不差 未來川普當選要搞美國關係 我比賴清德強 而且我可以去美國喔 小賴賴 你不能去喔 蕭美琴也不能去喔 所以他現在以後到美國的 智庫去發表演講 到美國的某些政府單位裡面去參訪 美國大概不會給他太大的障礙 對 他的彈性也比較大 對 那這個賴清德跟他之間 就會形成一個 到底誰要主導美國關係 就形成了一種戰略競爭 對 這樣合理推斷嗎 對 那這個戰略競爭 會賴清德感覺你都卸任了 幹嘛還給我出拐著 對 你弄個 小美琴在我身邊 我已經不太爽了 那你還要我怎麼辦 對 所以兩邊的人馬這個衝突 會從權力衝突到政策衝突 從政策衝突又回來權力衝突 那權力衝突最經典的案例 就是我們談過的鄭文柴的案戰 以及現在那個中常委的選舉 一選的話英系還是有兩個中常委 而且原來以為只有一個 結果還是兩個